而最近俄羅斯及白俄軍事基地接連傳出爆炸 官方原因說軍事裝備意外真的如此嗎? 請教慧云 關注到俄乌戰士要看到最近很常聽到的是 俄羅斯的基地發生了爆炸事件 那麼最新一起是發生在白俄羅斯 由俄軍掌控的吉亞部羅夫卡軍事機場這邊 在8月10號的時候發生了多起爆炸 那麼白俄羅斯的國防部這裡的官方說法呢 是說因為軍事裝備意外起火了 但是看一下這個地點呢 距離這個烏克蘭的邊界是距離不到25公里 那麼烏克蘭這一方是表示說 他們認為是白俄羅斯的遊擊隊做的 那麼目的就是要暗中來支持烏克蘭 不過其實最近呢在這個俄羅斯 在克里米亞掌控的基地也發生了爆炸 那麼媒體是報導說造成至少一個人死亡 8個人受傷 而從曝光的衛星圖上面你可以看到 整座空軍基地的機場呢是已經被炸的焦黑 但是跑道還是完整的 但是戰機是明顯的已經受到了損壞 至少9架戰機都損壞了 烏克蘭這一邊呢他們否認有行動 這個烏克蘭的國防部長甚至還有點酸溜溜的說 應該是俄軍沒有做好安全管控 讓士兵在這個彈藥庫裡面抽煙 所以才會導致發生爆炸 那麼俄羅斯這一邊呢是說彈藥在倉庫裡爆炸了 非常簡單的交代過去所以看起來對於實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雙方是各說各話 英國是持續軍援烏克蘭最新又要增援了三套火箭系統 再請教惠雲 而國際之間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也是沒有少過 英國這邊就宣布他們還要再增援烏克蘭三套M270火箭系統 這套系統呢最大的幫助就是說它的彈藥其實可以比海馬斯再多出一倍之多 因為它可以攜帶12枚的火箭彈或是兩枚射程可以達到300公里的MGM140陸軍戰術飛彈 那麼BBC就報導呢其實英國認為他們提供這些高精度的武器 已經協助烏克蘭摧毀俄羅斯的彈藥還有指揮中心 而且他們還要再繼續額外提供不同的彈藥 來看到這邊英國這邊他們要提供烏克蘭的是M31A1精準導向式多管火箭彈 這樣子的火箭彈它其實都已經是內建精確導引系統的 所以他們可以很精準的打擊到80公里以內的目標 那麼英國的國防大臣華萊士他就表示了 其實英國提供烏克蘭這樣子的武器就代表著 烏克蘭現在已經從使用舊式的蘇聯武器進化 進階到使用更現代化的北約提供的武器了 等於也是協助烏克蘭軍在更現代化的戰事當中習慣來訓練他們 二五戰重挫烏克蘭經濟 不過近日烏克蘭總理表示 部分債權人同意他們暫停償還200億美元的債務 請會員再幫我們說明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烏克戰士的確已經打了超過半年了 那麼時間拖得越久對於烏克蘭的經濟當然是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根據世界銀行他們就預估了 烏克蘭今年的經濟可能萎縮將近45%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破壞 那麼烏克蘭財政部有什麼相應的動作呢 烏克蘭總理史米加爾他就表示了 現在持有他們國債的債權人已經同意烏克蘭暫停償還 約200億美元的債務 而且這個長付的時間點可以推延至少兩年後到2024年 最主要就是要讓烏克蘭短期之內保持金融的穩定 那麼其實持有烏克蘭國債的這些債權人有哪些國家呢 來看一下包括是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 他們持有約大約75%的烏克蘭的債務 那麼現在這些大國家都已經呼籲了 他們已經同意烏克蘭延後償債 那麼其他國家也應該要跟進 跟進他們這麼做 而且呢之後要參與烏克蘭的戰後重建工作 不管是從軍事上或經濟上都要協助烏克蘭減輕壓力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